全世界最了解日本的 很可能就是台湾的旅客 但等一等 你真的知道这些汉字的意思吗 你一定在日本搭乘过各种交通工具 但你知道除了吃汉以外 还有哪些行为 也是在电车上会被人家讨厌的吗 这一集我们旅客迷惑行为交通篇 就要跟大家来谈谈旅行中的经验 哈喽各位好 我是公投坚 我相信最近大家可能都在新闻上 看到一些关于台湾旅客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争议 例如在冲绳自驾撞伤人而被拘留 或者是六个人吃三碗拉面还给复评 甚至还有日本年轻人 自己在连锁寿司店舔酱油瓶的事件等等 原本我的原则是不去针对这些个别行为做评论 因为我其实并不喜欢网路工审 非公众人物这样的氛围 但仔细想一想 如果这个频道主要是谈跟旅游相关的知识 而目前又以日本为主题 是不是应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日本旅行应该注意的事 同时也听听各位曾经有过的经验呢 所以就做了这么一集 但是在开始之前必须先说明几点 第一 我是以旅客或者是旅人 以及曾经的旅游从业者的角度 而非在日本长久居住或者工作的身份 这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第二 我提出的一些案例或者现象 出发点都不是为了要批评 而是为了让未来大家的旅行可以更顺利 更开心 毕竟我们去日本的目的是为了去旅游 而不是去跟人家吵架或者不愉快的 而第三 虽然我有基本的日语沟通能力 但其实并非学有专精 只是个人的经验 所以如果有说的不完全的地方 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补充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 开宗民意 我们要知道 日本是个有着独特的思维跟标准 以及社会行为规范的国家 对于这点感到好奇或者困惑的 其实也不止我们 其他的国家的人也是的 否则就不会有许多 研究日本社会的经典著作 诸如 《举与刀》 《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格》 《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镜像下的日本人》等等 更不用说 在台湾或者是华文世界 又有更多谈日本社会与文化的书 我这么说是先让大家觉得安心 不了解日本 并非是你单独的问题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正因为日本的独特魅力 使得大家想要去了解它 而比起其他文化或者语系的国家 我们的优势或幸运 或许就是同样都是汉字的使用者 但这就引出第一个问题 他的汉字真的是你的汉字吗 我曾经在一个 Let's Go Japan的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 标题是 五个让人超意外的日文单字 举出了 勉强 勉強 迷惑 迷惑 检讨 研讨 泥棒 泥宝 看病 感病 意义跟我们平常用的都不同 其实我小时候看日本杂志 看到 叫切手 切手 光看字面怎么可能想到它是邮票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当然就是 迷惑 迷惑 尤其是许多旅客迷惑行为 正是我们这一集要谈的主题 迷惑指的是让人困扰的言行举止 但其实如果你去日本 只要记得一件事 一件事就好 那就是千万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这也是我年轻的时候从事日语导游的父亲 从小就教导我的事 只要记住这一句 随时提醒自己 多半就不会错了 造成别人的困扰 范围当然是非常广 从旅程开始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 但今天别的不谈太多 只先谈交通工具迷惑行为就好 单就搭电车来说 举凡手机没关静音 在车上讲手机 背包没有拿在手上 推着大包小包行李搭电车 或者大声说话等等 都属于造成别人困扰的迷惑行为 而去年11月我在疫情后 初次重返日本 从关西空港 搭哈鲁卡电车 要前往京都的时候 也在月台上遇见一组 显然是来自台湾的大哥大姐们 轮流跟Hello Kitty列车拍照 指导对方摆pose相当开心 嘻嘻哈哈 还好当时没有什么旅客 只有我和两个韩国女生 我们就对看一眼 苦笑一下也就罢了 其实日本民营铁道协会 每年都会统计车站与电车内的迷惑行为排行榜 2022年度被选出来的 依序是坐姿不良 例如可能脚开开 或者是脚伸出去之类的 占了百分之三十四 再来是大声说话笑闹百分之三十三 上下车时的行为 例如挡住门口百分之二十七 行李放置的方式百分之二十四 再来这个也算是疫情时期最令人困扰的 就是不考虑周围的咳嗽或者喷嚏 占了百分之二十二 以下还有电梯的使用方式啦 边走边讲手机啦 酒醉乘车啦 甚至在电车上化妆或者使用电脑等等 是不是觉得好严厉啊 其实我自己的体会 日本有这么多各种不同的电车 而他们是将个别的功能分得很清楚 好比说如果是观光列车 或者类似Totoko小火车等等 当然在车上赞叹风景 或者是饮食谈笑那都是很自然的 但类似都会区的通勤电车 地下铁或甚至新干线等等 他的目的很单一 就是快速移动把人送到要去的地方的载具 严格来说并不是作为旅游的用途 就好比我也曾经说过 带着大背包或者行李箱 在京都搭公车 其实也是一种迷惑行为 你可能会说 我们就是要去饭店啊 到了饭店才能把行李放下 好好好先别生气 其实这都是经验的累积 早年我也常常拖着行李箱 搭电车或公车 或者走楼梯或者电梯等等 不仅自己辛苦也造成别人的困扰 后来就知道 如何搭乘机场电车或巴士 然后透过走路或是搭计程车 在花最少的力气而且最不影响别人的状态之下 先把行李寄放到住宿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出来逛街或者造访景点 而你如果知道自己要买很多的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订跟卖场最近的饭店 或也是搭计程车等等 我知道可能也有人会说 日本计程车很贵 我又不像你那么有钱 其实啊各位 我自己出门旅行是非常节俭的意义 但经过思考跟计划 会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 你如果懂得找到距离不要太远的旅宿 又能够适度安排搭乘计程车或者Uber 是不是就能让你的旅伴感觉 果然是个有经验的旅行者啊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尽量让有可能带大小行李或购物带的情境 尽量避开上下班尖锋的时段 以前刚开始去日本旅行 我也会觉得我要把握一分一秒 不能太晚出门等等 结果一出门就遇到上班时间 说真的那叫一个苦不堪言 而且如果还有老老少少家人同行 一早就把游信给消磨掉一大半 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还不如好好享用早餐 可能九点十点才出门 或者甚至干脆选择去一些比较小的地方城市 而不是类似东京大阪这种千万人口的大都会旅游 或许就可以尽量减少电车迷惑行为了 说到这里 我想提供一个非常个人的观点 就是我发现有不少的旅客 以前是习惯团体旅游的 现在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可以安排机票住宿行程 但在旅客行为上 其实和参加团体并没有差别 这一点大家真的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其实自由行和团体游 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旅行模式 所以无论在行李或者内容 或者节奏甚至穿着 都应该有不同的思维 而这题就留给大家想想看咯 当然这几年也有不少人选择日本自驾游 先撇开对于左右驾是否能适应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技能 真正的重点还在于驾驶习惯的问题 好比说一开始我们提到近期那个 在冲绳自驾撞伤人而被拘留的事件 我看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的内容 很意外的竟然很少人同情被拘留的台籍驾驶 而几乎是一面倒的 说是将台湾的交通地域输出到国外 看了也只能苦笑 倒是有一位日本人的 噩机上粉砖提出一个平衡报道的观点 他说日本的摩托车三宝几乎都没有 但是骑脚踏车的三宝超级多 比方逆向骑或者是一面看手机 而且也提醒在日本开车转弯的时候 要格外注意距离感 台湾只要有空间就马上转弯 但日本人会继续停在原地 而且会确保很长的距离 坦白说我很赞同他的观点 其实像我自己在台湾 年轻时候很长期间也跟大家一样 骑摩托车 然后现在日常是开车 捷运或者走路 偶尔也会骑自行车 那就会发现 当你使用不同交通工具的时候 都会觉得是对方不遵守交通规则 开车愿骑车的 骑车愿开车的 行人愿以上两者或以上两者愿行人等等 所以我后来也就养成一个习惯 也是从我父亲那边学习的 就是在市区开车非常慢 因为你随时不知道 哪里会有汽车机车自行车或者行人冲出来 所以距离感很重要 而且开得慢才有足够的反应的时间 哪怕只是一秒钟 而且不要说是在马路上 即使在地下停车场 我都会打方向灯 因为打方向灯的目的是要让别人知道你的意图 我常常在路上都不知道前车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而如果对应到千万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这个大原则 意图不明就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尤其是到了日本 一方面要习惯右驾 以及道路宽度普遍比台湾狭窄的状况 当然更是每一动都要慢 而且随时都要打方向灯 当然我也知道 因为左右习惯不同 打方向灯常常打成雨刷 就有人说 只要在路上看到转弯时打雨刷的就是台湾人 当然这是比较搞笑夸张的说法 但即使像我这么小心 也还是发生过插撞到后照镜 或者没有倒车雷达而撞到后方的路墩 或者因为路不熟转错弯被人家叭等等 这一切都是经验的累积 而如果你自知对日本路况或者交通规则不熟 租车的时候彻底弄清楚保险制度 而且加保NOC就是营业损失赔偿等等 或者上高速公路使用ETC等等 都是必要的支出 而像前面提到的新闻事件 则是半夜右转撞到骑自行车的人 这也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半夜都一样 还是要非常注意 满满满 毕竟我再次强调 我们去日本旅游就希望快乐平安 而不是去那边耍帅或者是宣扬国威的 你说是不是呢 至于到一些可能下雪的区域 自驾就更需要注意了 其实以前我都是不建议在雪地开车的 因为我们在台湾毕竟很少有过那样的驾驶经验 不熟悉就更容易出事 但近期看到有些朋友认为 只要加装雪地轮胎或者是雪链 时速比平常慢至少十公里 安全距离保持两倍以上 熟悉过弯刹车停车等等的技巧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当然我还是建议如果没有经验 不要贸然的尝试 毕竟日本的大众运输四通八达 使用起来也方便 最好还是量力而为 而既然讲到交通工具 有一点自己的观察 或许跟旅客行为无关 但我还想补充的 是如果你有机会坐日本的计程车 或者看过日剧《First Love》里面也应开车 会发现日本司机几乎都穿着制服 而且车内大多不会有装饰 或者太多个人物品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部车不管是不是它自己的 都是一个公共领域 换句话说 它是属于坐车的客人的空间 而不是你自己的空间 甚至除了特定的广播电台 也不太会播放其他的音乐 这一点观念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相较之下 台湾有些司机或者是老板 通常就比较放飞自我 往好处看 当然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做自己 但会不会没有意识到 这段时空是属于客人的 然而它谨守本分 也不会做额外的服务 并非予取予求 这也是属于日本社会规范的一个面向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最后再举一个 虽然不是发生在交通工具里面 但是也算很知名的案例 那就是在疫情之前 我就看过新闻 说位于连昌市 江志岛电铁县的连昌高校前站旁平交道 由于正是知名的灌篮高手平交道 所以当年旅游热潮时候 每天都有国内外的旅客挤在那边 甚至进入平交道跟铁轨区域里面拍照 当地人简直不堪其扰 劝导无效还祭出了一些罚则 疫情期间算是清静了两三年 但最近又来了 由于灌篮高手动画电影大热卖 加上国境重开 我看相关的报道说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这个景点每年就可以吸引将近两千万名的观光客 而现在随着入境限制放宽 也有许多海外的粉丝前来朝圣 所以警察更手持中英日三语的警告标语 呼吁民众不要站在马路中间 有居民愤怒地表示 就连车子按喇叭要通过也常常被无视 甚至有人会闯入平交道 就是要还原漫画中的画面 除了游客扰乱交通以外 很多驾驶也会直接把车停在路肩上 摇下车窗就直接拍照 或是随意停在路边挡到他人通行 多次发生人车险些相撞的情形 而目前连昌市已经出动警察 在现场站岗维持秩序 各位啊 我是很可以理解大家热爱作品的心情 但希望不要有一天 这个平交道整个被围起来 变成禁止拍照跟停留的区域 那就可惜了 但这问题目前似乎是无解 其实因为历史文化的背景因素 可能很多台湾人 总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了解日本的 当然确实在许多方面也是如此 但即使如此亲近与了解 依然还是有许多的不同 这一集我只是用自己的旅行经验 分享了一些使用交通工具的原则 当然只是冰山之一角 之后有机会会陆续再跟大家来谈其他在旅行中的迷惑行为 例如旅馆或者餐厅等等 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有自己的见解 或觉得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来吧 都来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